阿姨,是您捡到我钱包了吗? 啊,我是捡到一个钱包 但是,您怎么证明这个钱包就是你的呢? 这个包里啊,有两万块钱的现金 还有我的身份证,一部手机,加一把车钥匙 我看一下啊 啊,这个钱包还真是你的 给,拿着 以后小心点,再弄丢了啊 为了表示感谢,我这有几百块钱,你拿着啊 不不,老板,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要是为了钱呀,就不会在这么热的天 等一两个多小时了 行,那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我先走了啊 哎,老板 你能不能借我一百块钱呀 我好坐车回家 哎,我还,老母亲生病了,我想回家看看 可是,我没有路费,我半年多都没发工资了 是这样啊,来,我这有钱,你拿着 哎,石经理,石经理 晚上去哪儿逛街啊? 石经理,石经理,你把我的工资给结了吧 松开,怎么每天都能看见这个根屁虫啊 看着买我新买的项链 这让他梳头有点紧,过两天给你结 哎呀,石经理,你不能走 我老母亲生病了,还等着这钱 看病呢,你不给我接工资 我该怎么生活呀 松开,你母亲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赶紧跟我走,小心我揍你 住手,你打一个试试 人家跟你干了大半年了 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发工资啊 你谁啊你啊,在这多管闲事啊 这位阿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你不给他发工资 你还是人吗 你还有良心吗 良心? 我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 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谁要买穿还能买房啊 你竟然敢打我 行,你给我等着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看他来怎么收拾你 老婆 喂,老公 你快来工资门口 这里有个男的,他打我 什么 竟然有人敢打我老婆 行,你等着 给我一分钟马上就到 我老公可是这个工资的总经理 看他来了怎么收拾你 你麻烦我 行啊 我等着 老婆 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打你 就是他 王总 你怎么来了 王总 就是总公司的董事长王总 徐经理 我是真没想到啊 幸亏我这么信任你 把这个工地交给你负责 你看看你老婆 干的都是什么好事 爸爸年了 不跟农民工发工资 这位阿姨 他家里有急事 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你说吧 该怎么处理 王总 我们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这样了 以后 你认为还有以后吗 我告诉你 赶紧把阿姨的工资 双倍的给我补上 然后 你们夫妻俩 给我捲杯子走人 姓王的 你居然为了一个农民工 开除我们两个高管 你这样做是不值得的 值不值得 我心里有数 在我心里 农民工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他们 我们什么都不是 家人们 农民工在外打工不容易 赚的都是血汗钱 今天 我必须要让他们 把农民工的工资 双倍给补上 你们觉得 我做的对吗 我会越过黑暗 咱们一切恐惧 我能 想